哎呦我去好在129级的一个曲号身上发生了发现了一个非常神奇的远古神链啊超越了极限298啊再点击一个72 正常202的项链再加上72最高0.274这个直接干到了298啊这个应该不算远古 但是这是简易项链啊简易最高的话如果是五万块钱的21913的宝石简易项链的话可以达到一个270啊这个298 好了兄弟们来一起来看一下给这个项链应该加多少钱 兄弟们首先呢257的简易呢假设它是五万万的话它是五孔五孔的话四孔和五孔之间的实在的差距特别大 技能如果是一个加四那么另外一个就加六 所以说这个项链呢正常来讲如果几线是五的话 但如果因为同样能力都很少的话那我觉得首先啊要给它口条一把啊 就是这个项链的话直接就干成2.5的话它少一孔是2.5但是少一孔会就不可这么好 然后它再是专用觉得好就是这项链的话我觉得大概那样号加成五 武器的话再一个这样审练的话兄弟竟然没有点满啊 好老板最终的购买价格是两万七千九百六六啊减二七九六六 差距的价格为两千六百五十六啊再除以个二七九六六 差距的价格为百分之二 值钱值钱值钱这把武器好诡异 仔细好往进一看再一看最后算一算就知道了 青蛙子的号鉴定出了一把武器但是没有梦想七百二十八 比三加六百啊加上一个一百三十三点三三十六段宝石九百九十七的 庄家的话是六十六再乘以个零点六七再加上九百九十八武器的话一千零四十二啊 这把武器给号加个大几半我觉得打完十六段宝石的话能达到一千零四十的水一千零四十的非专用啊 一千零四十的非专用极限武器的话卖价的话差不多是三十左右啊差不多是三十到二十五 然后提敏双家的话应该是二十五左右啊如果是非专用的二十五那专用的话就算十三去掉其万的宝石钱还能卖个啊几半块钱呢 再加上你号的本身就有青蛙子再加上花生酒方方还行吧这把武器不是特别极品但是士多岭大藤官府都能用啊然后提敏呢尤其是敏捷呢都需要用啊 现在抗性也也有点用提敏还帮我体和敏应该比耐稍微好一点但是肯定啊 给专用武器打广告啊得知道武器能用的靠底子不用重新练的话啊能武器能加钱的同时鉴定了八个啊装备啊 甚至装备老板都没说干啥就是撒这儿随便玩就是玩就是造再提个两万多块钱啊 一百三十精兴鞋能不能再给我铺点其他的花里胡哨包含永不磨叶 八十六房四十六米的精兴鞋啊精兴和罗汉出现的机率大概是千分之一啊 跟武器别的机率差不多给老板洗一百三十 别看等级挺高啊没有鉴定过 牛啦我 超一系系是来自于啊区 后面就清 牛啦无级别48741834奈我太难受了啊 这太难受了这啊 老板好受了下总难受了啊 一百二十不算算就得算 九千五百八十一百二十 女无级别见 2020啊 不喜2020去去的老板洗 提了 九千五百八十三件才出的一把无级别啊 好在命中报了点赏代啊 到了点